现在人跟人之间经常会有嫉妒心 你争我斗 这个是一个预言故事 说的有一天 夜深人静了 一个锁 就开门的锁 他叫醒了钥匙 并埋怨地说道 这个钥匙 我每天辛辛苦苦地为主人看守家门 而主人总是喜欢把你带在身边 每次出去总是把你钥匙带在身边 我非常的羡慕你 而钥匙非常不满地说 你每天带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多安喻 我每天跟着主人日晒雨淋的东奔西颠 多辛苦 我更羡慕的是你 有一次钥匙想过一个安喻的生活 偷偷地把自己藏了起来 把钥匙藏起来 主人出门之后 回家 不见了钥匙 气急之下 就把锁给砸了 并顺手把它扔进了垃圾堆里面 进屋之后 主人找到了钥匙 气愤地说 锁也砸了 现在留着你这个钥匙还有什么用呢 铜 说完就把它扔到了垃圾桶里去 在垃圾桶 可怜的锁和钥匙 相遇了 他们不由地感叹起来 今天我们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差 都是因为我们过去都没有看到对方的价值和付出 而是这山望的那山高 彼此斤斤计较 相互嫉妒和猜疑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很多时候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其实都是相互的 相互的嫉妒争斗 只能是两败俱赏 唯有相互配合 相互的欣赏 慈悲原谅对方 彼此的信任 包容和宽容 方能理解 还会珍惜对方 相互存在的价值